中央人民政府11月30号向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做出批复 决定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家安全技术顾问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发表声明表示 坚决拥护中央设立国家安全顾问的决定 并全力抓好落实工作 声明表示 自2009年以来 澳门特别行政区顺利完成澳门基本法 第23条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设立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修订完善相关配套法律 加强执法力量建设 积极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不断完善澳门立法会选举制度 澳门维护国家安全形势总体良好 声明强调 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和一国两制实践的深入推进 澳门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 也面临新情况新挑战 进一步建立健全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持续加强澳门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体系和能力建设 深入开展维护国家安全的宣传教育 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澳门长治久安 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和澳门社会整体利益 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声明指出 维护国家安全属于中央事权 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的规定 批复同意行政长官的报告 做出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家安全技术顾问的决定 与法有据合情合理 是坚定不移并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 体现了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心和支持 是对澳门特别行政区 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权的有利维护 有助于在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的轨道上 推进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 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 确保澳门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声明表示 行政长官将根据澳门基本法第50条第5项 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批复的要求 及时对相关法规做出相应修改 增加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家安全技术顾问的相关内容 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更好维护国家安全 为推进依法制澳提供有利法律保障 保护国家安全事务者 保护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